他把这么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我这个又老又秃的人身上 从头到尾只骂韩国瑜 亲爱的赖清德主席 你是不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你是太怀念韩国瑜 还是太害怕韩国瑜 如果你怀念韩国瑜 你可以在电视上网路上直接找韩国瑜的影片 但是我的影片对不起 跟罗智正的不一样 对不对 今天是国瑜这次助讲 第一百场来到大台中 这个非要的一百 梦想的一百 理想的一百 昨天我们民进党赖清德主席 参选总统最重要一个黄金州在高雄 他的竞选对手 一个是侯友宜市长 一个是柯文哲市长 在高雄这么重要一个最后一个黄金州 他应该要跟所有高雄乡亲 所有海内外的朋友报告 施政理念 把握最后一个黄金州 告诉我们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告诉我们 戴清德你到底台独纲理 要不要继续推动台湾的独立 告诉我们能源政策 教育政策 经济的疲软还有治安的败坏 他一定要说出来 让人民信任他被他说服 然后投票给他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应该做的 结果 他把这么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我这个又老又凸的人身上 从头到尾只骂韩国瑜 亲爱的赖清德主席 你是不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你是太怀念韩国瑜 还是太害怕韩国瑜 如果你怀念韩国瑜 你可以在电视上 网络上直接找韩国瑜的影片 但是我的影片 对不起 跟罗智正的不一样 对不对 对 如果 你是害怕韩国瑜 只有一个可能 因为这一百场以来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 民进党贪污腐败太严重了 所以赖清德主席勇敢站出来 把民主进步党五个字改一下 我韩国瑜投你赖清德一票 没问题 我韩国瑜投你赖清德一票 你把民主进步党改为贪污进步党 我投你一票 但是你们绝对不能投哦 亲爱的台中乡亲 我们希望总统 立法委员 各级政治人物到底 带给我们人民什么 我们要的不多 我们只要四个字 安居乐业 我们到庙里拜拜 全台湾大大小小的庙 永远八个字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一个平凡的人民 我们的期待 就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结果民进党在八年执政 贪污腐败到这么严重 你赖清德应该要反省 检讨 思考 如果你当上总统 要给台湾人民带来什么 你当上总统 你如何整顿 你如何整顿 法办 你这些民进党里面的 贪污你的同事 用这个 来说服人民 把票投给你 不 你们全部变成一个 共犯结构 你们用台湾人民 善良 纯真跟期待 把票投给民进党 你们拿到了权力之后 把人民的 投给你们的选票 变成你们贪污的钞票 简直是 无法原谅 这两天讲废死 大家这么多的愤怒 死刑犯 为什么不执行 赖清德你 一个字都不说 侯友宇讲得非常清楚 真的是一个男子汉 侯友宇自然的理念 对人民的理念 他讲了很多 我把它浓缩为十个字 这就是侯友宇的理念 任何一个总统 对善良的人民 就是这十个字 对好人更好 对坏人更坏 对不对 我们当然要保护善良的民众 小孩 妇女 弱势族群 以及更重要 我们的下一代 年轻 年轻 你们是全台湾文化水平最高的 你们是自己有最分辨能力的 这个是我们要的台湾吗 政治人物喜欢钱 没有问题 你好好去赚 但是你不能贪污 这是政治学的ABC啊 所以这一次 拜托大家 一定要集中选票 让贪污腐败的民进党下台好不好 好 好 要拜托大家 全力支持 侯友宜 赵少康 好吧 好 政党票 请投 第几号 小号 哇 立法委员 我们台中市台上这些优秀的立委 请大家全力支持 让他们全力打好不好 好 让全台湾 让全台湾 让全世界 全世界都在关心台湾这场选举 亲爱的台中乡亲 用选票 向全世界 全台湾证明 我们是有分辨能力的 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中人 是希望选出 优秀的人才 来带领我们 用选票来证明 我们所有台湾人 一定要追求 更美好的未来 亲爱的台中乡亲 拜托大家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